我们来看看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正面的力量 他们真的是好样的 八位陆军专科学校的军校生 他们是休假搭车回家的路上 看到了四名机车骑士他们擦撞倒在地上 马上进一勇为用肉身保护这些受伤的民众 以避免其他车辆再撞到伤者 同时赶紧协助送医 旁边的民众看了很感动 赶快拍照也通报了国防部跟学校 陆军司令部特别表扬他们 每个人寄两只小宫还可以放一天的荣誉奖 照片中两台机车插撞 骑士和乘客受张倒地 发现车祸意外 一名军校生拿起电话赶紧叫救护车 其他七名学员围成一圈以肉身挡车 当下就是想到我们应该要赶快保护现场 不应该再让被害人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然后就马上把电话拿起来 就打给救护车 叫救护车 然后就是有请其他同学 去旁边指挥交通 军校生平常训练有数 学长以下指令学弟立刻足起人墙 指挥交通 避免伤者受到二度伤害 当时的车流量蛮大的 让我们同仁看到很感动 所以有他某一次秩序的话 不会有其他车 车辆来再度造成车祸 发明军校生建议勇为 让医务人员直呼感动 民众也拍照通报国防部和学校 表扬学生的议举作为军人表率 记者范国庆留言发 桃园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